都说人体不分家 这话一点也不假 日前在2012爱奇艺盛典上 我们便见识到了一对特殊的老友组合 当天作为表演嘉宾 歌手杨宗伟正在后台紧张后场 我们本以为身为一名台湾歌手 杨宗伟对内地的艺人应该不算太熟 但没想到的是 杨宗伟认识的内地明星可着实是不少 像我做我旁边的汪峰 也是我的偶像 然后现在在演出的张亮 我觉得都是一时之选 非常好非常棒 其实我真正的好朋友是在内地 像鲍春来了 说实话 杨宗伟熟悉些内地歌手倒也算正常 但当天他竟自称和前羽毛球世界冠军 鲍春来也是好朋友 这可就让人有些意外了 随后爱奇艺的记者 在向鲍春来求证后得知 原来作为大学体育系出身的杨宗伟 在私底下可没少和鲍春来切磋球技 打球嘛 一起打球然后唱歌 打羽毛球吗 打羽毛球 我们就一起玩玩吗 一起玩 我觉得羽毛球对我们 对健康来说也非常好 觉得他球哪个朋友 可以提高 而且他以前也是 也做运动 所以说他有很大的潜力 然后打了很高 爱奇艺北京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